餘溫裡的水淹過蹄岸 沖出一個洞 稀哩哗啦 水通通流到了隔壁餘溫 6月4號當天將近十甲地 原本五個餘溫 你的 我的 他的 全都連成一片 這是天災還是人禍 水甚至淹進了一旁的豬寮 裡頭二十多條大毛豬 被活活淹死 而淹水主因 竟然是施工中的排水堤防 那這海豬 不斷 倒打的幾片 從剖面圖來看 原本大排堤防 大約有3.5公尺高 卻因為施作排水工程 方便機具進駐 向下挖60公分 但大雨一來 水漫過堤防 衝破一個大洞 水漫餘溫 其實這是可以避免的 漁民說 老早就告訴包商得趕緊回田 卻沒有及時防範 導致餘溫全淹 排水堤防成了淹水主因 我們自己用的 這樣喔 你說這 這困擔是你們自己用的嗎 這要造成離家的傷害 就倒閉中了 好好好 實在煙怕了 趕在梅雨封面之前 自己動手將提案墊高 雖然包商承諾賠償 但如今大雨又來 漁民惡夢再次籠罩 難免無法心安 記者亮文斌 雲林報導 也許可不可以 再次動手 希望能夠 再次動手 暴力